秀出身份证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行生日 2月29号四年一次润年才能过的生日 229寿星刘先生分享在特别的一天出生 也有一些特别的困扰 每年都过但是没有人记得你的生日 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新竹盘吗 新竹盘上面我也找不到2月29号的这个日期 不过其实妈妈们也很怕碰到这一天生产 就有妇产科医师分享 所有妈妈都不喜欢宝宝在2月29号出生 甚至还有案例即便是预产期就在29号 但也硬是要延后或者是提早生 一般的话我们算预产期很少会算润月 到了今年大家就开始注意到了 那很多在这段时间预产期到了 他就会觉得有点烦恼 他这样子的话四年过一次生日 这个小孩子很辛苦啊 不过很多餐饮业者也在229这一天 秀到商机餐厅素食店手摇饮店等等 都会在这一天推出很多优惠 一起替229的寿星们庆生 像是星巴克就推出现实买衣送衣 想喝手摇饮229寿星出示身份证 指定饮品买衣送衣 就连外送平台也和披萨店合作 推出29号这一天订购指定商品 现省将近200元 火锅店业者王品集团也趁势推出优惠 凡是当日寿星价格下杀2.29折 游乐园更是直接招待寿星 免费入园庆生 另外也有素食店把寿星福气延长一个月 到3月26号 人气商品都有嘉义员多一间优惠 2月29号出生 虽然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 但是每次庆生都能享有很多餐厅折扣 也是229寿星的专属优惠 错过就得再等四年